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天气 从样的是比较炎热的这个天气 不过也一样有这个午后雷震雨 那么明后两天到下个礼拜天气 要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 因为不只有台风在接近台湾 而且下个礼拜有一道 这个梅雨方面云气是今年的第一道 比较明显带来比较多水气的 梅雨方面预计会影响从礼拜二开始 至少到礼拜六 那么这么多天 这个长时间的影响之下 可能也会比较显著的降雨 提醒大家要特别列为提高警觉 我们来看一下黄蜂 台风的最新动态 它在今天已经逐渐影响到菲律宾了 已经逐渐登陆 那么也因为登陆受到地形的破坏 所以它的强度逐渐减弱当中 同样的这个路径没有太明显改变 大概在礼拜天的时候 会最接近我们台湾的 会来到巴士海峡这附近 但是在这个时候 它强度可能已经减弱到 轻度台风的下限 到这个热带性地下的这个之间的等级 所以强度不算是很强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提高警觉 毕竟是一个热带的一个气旋 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我们的 南部跟东方部地区 带来不只是风浪比较大的情况 甚至可能也会有一些 这个降雨比较明显的情况 所以礼拜天的话提醒大家 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黄蜂 台风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卫星云图 上面可以看黄蜂 台风 它在登陆了之后 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水汽 那么未来也会逐渐的北上 我们台湾附近的话 今天都持续是吹着比较明显的偏南风水 天气相当的这个炎热 那么山区也是有午后的雷震雨 另外可以看到下个礼拜的这个风浪云气 可以看到已经慢慢地在中国长江六月附近 在酝酿当中了 所以目前整个西带平衡附近 水气浪传出比较偏多 比较不稳定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外几天的一个趋势上面 也可以看到大概在礼拜六 礼拜天的时候 黄蜂 台风就逐渐地远离台湾 接下来就是这个梅雨风面的影响 可以看到从礼拜二开始就南下影响到我们台湾 接下来就在我们台湾附近 到中国南方这个地方滞留 这一次这个梅雨风面滞留的时间 是比较长的预计 至少会到礼拜六 那么到礼拜天的时候 风面才会逐渐地往南边移动开来 但是下个礼拜的话 可能这个下下礼拜可能还会再有 在中国南方还就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存在 所以提醒大家 下个礼拜的这一道梅雨风面影响时间是比较长的 而且从它的这个颜色设置可以看到是比较偏深 代表说水气是比较多 可能全台湾都会有比较明显一个降雨的一个机会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温度的话 就是这个也会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 那么在下礼拜一之前都还是比较炎热的天气 我们台湾附近都还不算是有很明显的这个水气 那么天气还是相当的晴朗 所以北部的话中午高温都还只有33到34度 低温都还只有25度左右 礼拜二开始风面南下之后云量变多 天气就稍微的往下降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偏热的这个天气 南部的话低温大概在26到29度 中午高温也是在礼拜天之前相当的炎热 有34到35 36度到礼拜一礼拜二开始之后 这个风面云气慢慢的南下 这个温度稍微稍微的这个往下降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最关键的就是降雨的部分 礼拜一之前基本上都是午后雷阵员 尤其山区的话要特别留意 午后热队流会比较明显 那么到礼拜二的时候 风面云气南下 这个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而且有局部地区雨势会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基本上礼拜二的话 可以说是这一道门雨封面 那么台湾影响最显著的时候 从北到南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而且会有这个大雷雨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机会 那么到下个礼拜三的时候 门雨封面位置可能会稍微往南边偏一点点 我们的中南部地区也会是重点的 这个下雨的一个区域 所以提醒大家下个礼拜的话 要特别留意这道风面云气的影响 那么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的话 大致上都还算是稳定 只是说有一些午后热队流 可能会稍微的延续到晚上 那么北部的话要稍微去就是 大台北地区的空气品质 因为今天是吹偏南风 所以扩散条件不是很好 是有机会来到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那么明天白天天气同样的是相当的炎热 所以中午高温大概都有32到34度 甚至南部有到36 37度 另外北部还是要特别注意 尤其我们大台北地区还是要留意 会有这个空气品质 不是很好的情况达到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局势提醒等级 另外就是山区要特别留意 比较容易有午后的雷震雨 所以最后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持续其量炎热的天气 可以持续到下个礼拜一 但是周末到礼拜一都要特别注意 山区比较容易有午后雷震雨 那么南部跟东部的话 在礼拜二天要特别注意沿海的这个风浪 甚至礼拜六就要开始留意了 那么也建议大家把握这个周末 做好防汐的准备 因为下个礼拜 礼拜二到礼拜六 是这一波门雨风面影响的时间了 全台湾预计都会有下大雨的机会 要特别留意